从内蒙胡尔浩特引进的蒙古包 大型风车 这不是在国外 而是在台南安平 赤资数千万将闲置近20年的南市区余会 旧安平办事处兼鱼货拍卖场改头换面 改造成安平港休闲广场 市长赖清德及多位市议员主持开幕式 祝贺宏图大展带动当地安平观光发展 我们昨天是安平 安平港、虚港如果是得到 我们的行政业、观光局 算出来十大魅力观光渔港 所以这个地方本身就很有魅力 另外安平现主席 观光客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今天当时党可以在这家导租 除了带动这个区业的发展以外 这家导租到我们的安平和暴落 这个地方发展的影响 我相信一定 向上呼吸、向上帮忙 向上加起这个行政业 我在这里在此祭祝福 未来风度代变 我们来欢迎 还有一个人来这里祭祖 来了解安平 来了解秀成广场 我们希望在世界各地 在打招这些企业 都可以回来我们自己的故乡 来投资 来发展我们的地方 所以我们对 带动市长 他没受重资 把这个带风的这个地方 可以整理到这里 看好安平港休闲观光潜力 归于返乡的大陆台商郑国川 成立安平港观光开发公司 向南市区域会成租旧安平办事处 监鱼货拍卖场占地约5500平 改造成安平港休闲广场 安平港休闲广场 包含台湾咖啡博物馆 蒙古风情馆 滨海啤酒广场 安平港美食街 陶宜工坊 自行车租赁 及露营 儿童游汽区 12日正式对外营运 吸引不少游客尝鲜 尤其从内蒙古引进 原汁原味的蒙古包 展现南台湾难得一见的大漠风情